Nitia Nandam 大家好,我是Nitia Kaila Sananda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 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佛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想在这个录像中呢 跟大家分享 昨天大师在跟 Paramashivoham的参客人员 一对一问题 回答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 给大家的一些 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的揭示 有一位朋友问大师说 我做了Paramashivoham 我当时跟大师许愿 大师给我说 我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样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实现呢 大师当时讲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21天呢 或者是24小时等等 为什么没实现呢 然后大师就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愿望 如果实现了之后 你自己可以接受它的副作用吗 比如说你突然要长高20公分 你有没有想过 你可不可以接受 所有人对你这个改变的惊叹 这是个例子 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真实的相信 你的愿望会实现 就是你是可以提很多愿望 但是你有没有真实的相信 它能够实现呢 如果你连你自己都没有相信 你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比如说能实现就实现 不能实现就拉倒 这样 那它就是没有显化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启发 就是当你呢 跟神对话 他保证给你 然后你呢 没有立即显化 比如说有朋友要 要头发变 要变颜色 脸变瘦 身高变高 变瘦 然后呢 工作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这些所有的 老公听话 如果没有显化呢 没有立即显化呢 你有没有想过是 自己有没有很真诚的 在跟大师要这个 再有呢 就是 再有的一点呢 就是 大师说他给的这个 Tatastu 或者是 你二十一天会实现 或者你 一个一天会实现 这样 他这个是永远有效益的 也就是说呢 你即便是 他说了二十一天 你还没有二十一天显化呢 他这个会一直在的 这个效应会一直在 直到你的 Dilution 你的误区误解呢 你对这个事件产生的 这个抗拒的情绪 以及不完全一致的 疑惑的这个态度 彻底消除了之后呢 他还是会立即显化的 所以大师说 只要得到过我的 祝福呢 是一定会显化的 只不过是你呢 能够什么时候接受它 我给你的是 已经是一定 我会保证实现的 所以呢 我想要通过这个录像 给所有 有类似困惑的朋友 做一个解释 这样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灯灯 我会保证 drowned 如果想过去 我会保证实现的 我会保证实现的 替你 有 感觉